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飞岸天下 现在传着印度 这么评价外国手机贩卖 当然被问到的时候说不知情 就是政府部门 但事实上印度政府 为了扶植国内的手机制造商 尤其国内的手机品牌 已经出了很多的税务优惠和补贴 他们目标不是三星 他们目标并不是苹果 因为印度一个高级消费的市场 还未形成 他们一般最大真正干扰到印度 霸占到印度的市场 就是Vivo Oppo和小米 尤其小米独大 也都因为这三间中国的手机巨头 令到印度的手机没办法发展 因为由你科研制造 即使你只要copy它 我们只是做个学 跟着买外国零件去击 但是在一个优势上高 并不能够占到一些便宜 所以在新德里 现在正存 这么受平价的中国智能手机 令到印度的制品有竞争力 就是我斗便宜就斗不过你 唯有就不让你买 要你加价去造成了有竞争力 而最新的就是一万二千奴比的智能手机 只是开放给印度品牌 就是说平价手机你就不用想了 一百五十元美金 就是一千元港元左右的手机以下的价钱 麻烦 只能够印度手机买这个价钱 那当然了 优势就在这儿的 因为你开发也好 印度政府给钱 税务优惠 印度政府免除 补贴 印度政府好潇洒地搞定你 这个就是现在印度的方式 那你说不是 他否认 但有些东西不用做到外面的 他不用做到外面的 一个行政命令 就说给 这些贩售商听 那些贩售商就会不卖的了 所谓的印度 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这些是你想多了 事实上 他们今时今日还未能够 就是说打破总性的制度 到今时今日 只得了什么 还是要靠 靠科技去改变 他们的生活 来到这儿 贫富悬殊 依然存在 还是存在得极大 那你说 要改 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 但是打响了 对中企的第一枪 因为整个平价的智能手机 以印度为例 我就当有8亿人用 8亿部手机 中国的企业占了多少部 当它更生 或者新世代兴起的时候 它直接这样 就可以将你的垄断 打垮了 就变成了印度品牌 事实上印度在过去 这四年里面 他们不停在那儿 禁中国的软件 中国的科技 甚至Tesla 你说你要在我那儿做 麻烦你在那儿切厂 不买中国货 逼Tesla投降 在印度切厂 事实上 它用这些手段 也都压逼到 不同的企业 就是说你在中国切厂 跟着制成品 买来印度 不行 你一定要来印度切厂 买印度 扶植印度的制造业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 就是说人口大国 他们需要的行业 就是制造业 要用一些人口密集的工序 他们才能够养到人 他们才能够发展起来 印度是复制着 中国的模式 大家都知道的 你要做中国市场 你就要给51%的股份 中国 然后你占49% 技术是你的 然后你在那里製造 然后就做中国市场 其实印度在做的是完全一样 表面上所谓的民主 所谓的自由 但是他们保护自己是很厉害的 而中国的手机品牌 为什么可以力黑三星 无非就是在印度切厂 好像上次骚乱的时候 排华的时候 就是说因为中印边境冲突 很多中国人或者中国企业或者店铺 开始遭遇骚的时候 小米高举的就是说 印度手机印度做 结果他逃过了一劫 就是这样的意思 今天连这个优势你都不存在 那幸好我没买股票 如果不是小米我都拗了头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 订阅 科金 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比赛 我是Fjordina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